好了 要侍奉有要求 希望大家不要怕 其實不是難的 最主要是第三和第二要填表 不過其他事情很重要 第一 建立同仇的關係 即是你侍奉沒有一個造詞 你同仇的關係 第二 處理生命的問題 即是生命有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怒氣啊 怒躁啊 怒躁啊 不開心啊 要處理的 第三 填這個侍奉心態表格 這個即是古代你侍奉的時候 不是為了錢 不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服侍主你就去填這個表格 接著呢 清理邪靈 即是如果你裏面有邪靈的 需要處理的 你要找我的 譬如我們祈禱 你發覺已經頭痛啊 頸痛啊 心口痛啊 肚痛啊 有麻痺啊 你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幫你清理的 請你記得去告訴我們 寫下一個名字 我們要有時間 或者你生命有些問題很難處理 請你告訴我們 我可以幫助你 第二個 填寫這個持續處理生命的見證 這個見證 我們不是要求你完美 只要是你說出你去處理就行了 但你處理呢 你不要說 我以前有怒氣 現在沒有怒氣了 這個 即是這個是太簡單了 我想你用這個得性報告 那麼你最主要就是 我留意到我的怒氣 由我裏面怎樣影響我 跟著我怎樣處理 我怎樣討告 我怎樣內心處理 跟著我得性 即我不是要求你一百分之一百處理完 但起碼你開始處理 為甚麼呢 因為我都想我們侍奉的人 是有質素的 即不是說一班人去傳方 或者去幫人的時候 去幫人趕邪靈 怎知道這個人跟人趕邪靈 也有邪靈走出來 我們就不是一個好的見證 而我們的生命學習就是透明 我的生命是透明的 即是我做的 我跟我太太的關係 我她的服事 我做甚麼事 我的財政全部都是透明的 讓大家可以檢查 如果大家有興趣檢查一些財政 可以問Mandy 可以拿來看的 即是說我們的生命是能夠處理 但我不是要求你寫到完美 只要能夠說出你的過程 即是你本來想罵人的 然後心裡想 這件事不對的 有破壞性的 聖經教我們要祝福人 於是我就祈禱了 祈禱了 覺得又不生氣了 於是我就選擇 不要罵他了 不要生氣了 還對他好 那就做了 是不是很複雜 如果你寫不到 你可以錄音 我本來想罵他的 我後來怎樣改變 我本來是怎樣的 後來改變 那你 你喜歡寫越多也好 你寫少少也行 最重要呢 我知道你是處理緊 就可以了 OK 還有一件事 就是願意接受意見 即是說如果有什麼 提議改善的 都希望你接受意見 因為你不接受意見 即是不能訓練 因為他覺得自己做的 全部都對 那就不能訓練了 但你一定要接受 願意接受訓練了 還有這個侍奉功能 小組的功用 第一就是互相溝通 支持 在小組裡面 可以支持 第二呢 互相建立 侍奉的心態和能力 即是互相鼓勵 怎樣有更強的 侍奉心態和能力 第三 初練和建立自己的侍奉能力 去練習 在小組裡面練習 這個小組一方面我們在聚會有 另一方面 譬如有些人說 我們很想操練一下敬拜 我們不如幾個人約在家裡練 是可以的 約一起去哪裡練 是可以的 你們去練習 即是我想練習廣道 我們幾個人一起操練 是可以 這個就是給你機會去操練 即是說 我們教會的小組很想 有其他人來分享 你們一起來分享 也都可以的 不過有一個原則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這個聚會的原則 就是我們不要邀請任何人 去第二個教會 去我們的教會 這個記憶 我記得 即是不要說 你參加我小組 你參加我的教會 不要叫別人轉教會 除非那人是完全沒有教會 這樣的時候 他是可以 你可以邀請他 但如果他有參加教會 你就會用 他就留在他的教會 如果他有一天 他自己想轉教會的時候 他找你的時候 他找你的時候 為了你的手乾淨 最好叫他找我們 跟我們說 然後我們處理 就好過你 即是你經手 好像你 總之 即我們盡量不要為了 我們自己 好像我們侍奉的 一個 我們的小組 來到 在這裏 來到 叫人去我們的教會 希望大家 跟從這個原則 讓我們 因為 如果有人 因為來到這裏 轉教會 有人舉報 就說 告訴他 喂 他去了義牧師教會 然後有人叫他去轉教會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們叫人去轉教會 即是我們 請大家 會留意這件事 第四 就是幫助侍奉有困難的人 即是一個 互相支持的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也可以 因為 這次呢 會有困難 因為譬如 有些人可能想參加 兩三個 那你不能同時出現 但是 你報了名 就寫了你的資料 電話在那裏 於是 一個組長 就可以將他 加入WhatsApp群組 即是說 凡是 譬如想敬拜 操練那些 就會在一個群組裏 有 一個組長 一個副組長 即是兩個組長 去帶領他們 他可以成為一個群組 好 那現在呢 就有講不同的群組 第一個呢 就是組長 及領查經的小組 那這個呢 就是 第一呢 就是要參加這個組長 簡報和檢討時間 即是每次 六點半的時候 他們就會一起 有檢討的時間 那第二呢 就是帶領小組 和領查經 即是他的職責 第三 關心和聆聽組員 即是他個人關心 不只是做事 是關心他們的 第四 引導組員 分享和溝通 這個是小組的時候 引導他們去溝通 第五 輔導和建立組員 在小組裏面 有些組員有困難 去輔導他們 輔導 即是會寧慶關心他們 第六 建立輔導人的智慧 即是他怎樣能夠輔導 因為小組組長 是很多時候有輔導的 第七 就是興起副組長 興起更多人去服事 第二 第二就是師會小組 師會是領聚會的意思 例如出來報告 領奉獻 有很多的聚會 都會有 例如在你教會的聚會 都會有人出來 帶領一個聚會 這個也是可以操練的 因為有些人一出道 看到那麼多人 就會害怕 師會的時候 能夠輕鬆的 治癒的 能夠有一個開心的氣氛的 是會影響整個聚會的 這個第一就是接受領會的訓練 第二就是操練 共鳴的聲音 講話的時候 是響亮的 有共鳴的 那你聽我說了 你會聽到共鳴的聲音的 因為我曾經以前都講過 講說話的時候 有共鳴的聲音 還有有聲量 有表情 有動作 還有操練 有興趣 還有熱情的表達方法 領會都是大家開心的 讓他有這個動力 去參與某些東西 或者投入在奉獻 投入在一些事奉裡面 那第四呢 就是操練讚寫師會講稿 即是怎樣去寫 寫這個領會的 第五呢 在聚會中作領會 由第六呢 就是在小組中檢討 強項代表 在他自己的小組裡面 檢討上一次做成怎樣 好了 迎生和跟進 迎生和跟進 其實第一就是歡迎 接著就會跟進 跟進那些領導的人 第一就是能夠 喜樂熱情地 歡迎新來的人 新來的人 接著就關心 跟進他們什麼 第一他們個別的需要 譬如他了解他 原來他 當然我們第一 未必立即問他 即是他很個人的需要 我們都可以 首先譬如 來問他 不知道是誰介紹你 來到這裏呢 這樣 由他講的時候 都可以問一下他 你最有興趣什麼呢 這樣 鼓勵他填那個表格 如果他有興趣 侍奉的 那就 欣賞他 鼓勵他 又不了解他 有什麼需要 即是他説 我很想來得到釋放的 要關心他的需要 如果有些人 信仰上有問題 就在靈命上 得到幫助和安排幫助 即是怎樣幫助這個人 靈命提升 或者處理他的問題 或者是你做不到那麼多 你就安排人去跟進他 這個都在教會時時都需要做的 跟進小組 敬拜和施樂 施樂就是奏樂器 第一就是使用施光和討告 來帶領敬拜 敬拜不只是唱歌 亦都是用討告 帶領人進入敬拜 以及引導人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越來越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改變更新 第三 帶領者和伴障者 或施樂 溝通和配搭 即是大家溝通 一起練習 怎樣去配搭 第四 施樂用樂器配合 敬拜 施樂是可以練習的 凡是那些報名 想學什麼樂器的那些 我會教你基本 和你上網去看 看完之後 你就回家自己要練 你不可能在這裏練到 在這裏只能看得到 那你練回來 彈一些給我看 那我就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還有我們盡量每一次 如果有人已經彈到基本和言 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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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彈結他又掃到 就可以一起彈 打鼓 彈到基本 這樣做 或是 砰 砰 砰 是最基本 所以彈到基本 可以給你練習打鼓 第二只要打就要好 所以凡有心 你一定要在家裡練習 然後回來配搭 每次都可以有不同的人去彈奏 第五就是互相檢討 如何去改善 接着是报道小组 因为我们的报道是带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首先就是学习追求如何圣灵 圣灵的恩高 有圣灵的能力 能够使用这个经历圣灵报道法 因为这个是为人祈祷 用去经历到圣灵 经历到神的同在 然后带到信主 当然有其他方法 不过因为我们训练的主要方法之一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需要圣灵的恩高 让我们为人祈祷有能力的 第二是学习如何引起人对福音的兴趣 和清楚解释福音 第一个就是 叫做pre-evangelism 就是福音御工 就是要知道神的真实 神如何关心人 如何帮人 我们如何经历到神的医治和祝福 这个就是福音御工 然后又能够清楚解释这个救恩 第三 有传福音和跟随人的灵命 跟随人灵命的热心 就是如何培养这件事 第四 就是个别或者安排集体出去报道 就是自己个别去 或者集体一起去做 第五就是互相分享报道的经历和困难 有什么经历有可能分享 第六就是互相激励和支持报道的工作 第三就是合作跟进屠福音的对象 尤其如果你是有兴趣哪个组 你就最好营养它 稍后你少了的时候 你会讨论回来 然后下一个就是 辅导小组 辅导就是操练辅导的心态和方法 就是你的辅导的心态 看到吗 下一项可以讲到一些心态和技巧一起的 操练聆聆听人 有谐闻人的心 接吏人 和接吏人的感觉 有一种怜闻的心 以后你才去做辅导的 还有怎样去聆听 怎样回应 我们以前都曾经讲过很多 这个简单讲而已 上网你可以看回这些教导 之前那些教导的全部都看回 第三可以观摩牧师或者导师辅导的 就是我们如果你参加了这个短书群组 走亲辅导是开放的 我们就会通知你 你就可以参加的 如果你是可以的话 那就是第四 就可以操练辅导组员或者所认识的人 那你去操练 那如果拿证书和你想进步呢 你想拿有一个 我们有三个证书 一个就是出席证书 第二个就是操练证书 第三个就是侍奉证书 操练证书就是操练的 侍奉证书就是写了报告的 又包括录音给我或者导师 就会给你一些回应 就是知道你做得怎么样的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 因为可以 就是好像上堂那样 帮助你做得好的 那但是 就是你说我不做得到这个级都不要紧要的 就是你去操练 你是可以操练 不过就是你录音是一个额外的恩典来的 然后第六就是那个小组互相检讨 和彼此建议了 好了下一个就是讨告医治释放小组 这个小组是多功能的 因为祈祷很多时候有带来的医治 或者是赶斜离 释放或者心理的问题 其实 通常这个讨告医治 都会很多时候有带着辅导的 所以这两个都是孖公仔来的 就是我为人祈祷都很多时候都首先有辅导的 好了 首先我们自己有圣灵充满 追求圣灵充满 带着恩高服侍 因为你服侍祈祷一定要有圣灵的恩高 第二 操练敏敏锐的灵 启示的灵 就是怎样留意到圣灵 跟你说话 带着你这个人有什么需要 他有什么邪灵 有什么情绪的问题 这样 操练为人按手吐告经历圣灵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在聚会中 怎样为人按手吐告经历圣灵 第四呢 就是帮助人处理生命和灵界的问题 因为他要处理生命才能发挥的 处理个人的生命和灵界 他接触灵界 扮偶像那些问题 第五呢 就是为人祷告得医治 这个是身体或者心灵的医治 然后呢 就是为人祷告赶邪灵 那这个是要粗练的 你粗练越做 你就越懂得做 第七 帮助人继续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就是释放完 那你活在神的恩典 让他保守他 不要回头 第八呢 每次讨会之后 有个人和集体的监督 就是当然 这里讲到一些 譬如释放下的 那些就会监督回了 好 讲到小组了 那其实呢 很多人说 我未必有机会上台讲到的 但是很多时候 在小组可以有机会讲到 其实小组都会有机会 就是小组讲 你就不要讲太长了 可能五分钟 跟着就有些人分享的了 就是有个短的短讲 去短书 还有其实传风 帮助人 都会有很多事 有讲到的机会的 第一就是 自己渴慕 和思想神的话语 整天去思想 发掘神的恩典 能够一看经文 就是看得到神的恩典 神的戒命 就能够讲出来了 就是你不喜欢神的话语 根本很难讲到 有些人讲到呢 是讲见证 讲见证不同讲道 讲见证是讲经历 讲道是讲神的话语 但是可以包括经历 第二 参考广上或者书本的广度 从中学习 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尤其如果你懂英文是多到不得了的 但是中文都不少的 大家可以参考这些来帮助了 第三 自己操练写和讲道 第四就是操练声音表情和表达的方法 这个都是需要练习的 因为需要练习的 因为港道不同的 聊天 一定的声音是不同的 一定的表情不同的 一定的动作是有不同的 我们之前都讲过的了 第五 互相讨论来建立港道的能力 第六 尋找不同讲道或者分享的机会 比如说有人说 那里有人小祖园可以去分享 在哪里有事逢的机会 可以一起去 例如在缓分中 有十分钟的讲道的时间 缓分我们可以给大家时间去讲的 第七 将讲道或者分享的录音给我 或者是导师 这个就是给大家提升的 第八 在短书或者本地 逐渐多分享或者讲道 就是这个我们逐渐发觉 你可以的时候 就逐渐给你多些机会去提升了 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将来 一步一步 你们可以一步一步进入这种事物 甚至可以进入传道人的那个层次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证书 我们有证书 但是哪间教会承认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起码你学到就是怎么做 就是这个呢 在这里我是可以帮到你的 你愿意呢 我是一直提升你 因为配到一个传道人的层次都可以的 这个最后一个经文 鼓励大家 林前十五章四一字一起读 亦有夜 Satu的烘光 亦有夜的烘光 亦有夜的烘光 这个经文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是 rearrange 他就說到我有地上的形體,有天上的形體 地上的形體有地上的榮光,天上的形體有天上的榮光 即是說到我們現在的身體有現在的榮光 天上的身體有天上的榮光 然後他就說了,日有日的榮光 到底他在說什麼呢? 因為他講到作為復活的人 所以他講到將來復活的時候,有些人就好像有入口的榮光 有些人就好像有月亮的榮光,有些人好像有星的榮光 而一顆星和另一顆星的榮光是不同的 接著他講了,將來你復活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經文呢,不只是講到天上的榮光的不同 是講到基督徒將來復活之後 我們每一個人的榮光是不同的 神的恩慈陪著我們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會學慕 將來你是好像日後 你看這個中間的日後 還有你的星是不是很大分別? 左邊那顆星是不是很大分別? 那顆星和旁邊那顆星是不是很大分別? 都是很大的分別 我希望大家發揮 其實最重要是想到我將來有多少榮光 當然這個是好的,因為將來享受神的愛 一直想到不得了 在永恆之中不斷享受神的愛 是幫助很多人能夠享受神的愛 進入神的永恆 由地獄轉入天堂 是不是很大分別? 幫助很多人由地獄轉入天堂 並且進入天堂 並且進入更大的榮光 更大的服侍 所以我們的服侍是非常榮耀的 希望大家爭取機會 也有信心 你相信你會提升嗎? 你會未提升嗎? 你會不會一步步 將來會 你猜你一生可不可以帶一個人信耶穌嗎? 不止 不止 就是這樣就是 你會答不止 一個不止 一個月一個可以嗎? 你努力 一個月一個很厲害的 你知道嗎? 一個月一個很厲害 因為你提升他的生命 是很厲害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目標 我一生更被主使用 千萬不要說 哎喲我不行的 哎喲我沒有口才的 不要緊的 神說做工是我 不是你 是吧? 我們一起起身祈禱 下來了的人 感謝耶穌 親愛之父 我們多謝讚美 因為你有封城的恩怨 你很想大大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你很想輕起我們每一個人 你都賜給各樣的恩賜和財幹 讓我們大大給神使用 我們雖然恩賜不同 但是神早有計劃怎樣配搭 正如我們身體每一個部分 有手、有腳、有眼、有口、鼻 每一個功能是不同 我們在神的肢體裏面 亦都是有不同的 在神的身體裏面 基督的身體裏面 每人不同的 但我們一起配搭 神的身體就一直增長 一直帶領更多人信耶穌 生命被改變 求主耶穌你感動我們 讓我們真是回應神的感動 不要因為人的問題受影響 不要因為以往事奉的困難受影響 不要因為有些基徒不好的表現受影響 要是說主要不要緊的 有人與弱 但我靠耶穌可以得勝有餘 我們可以有美好見證 就算是沒有困難 不要緊 因為神會紀念 神會加上我們的力量 求主幫助我們 有一個火焰的靈 神啊我們一起開聲 神啊賜給我們火焰的心 火焰的靈 神啊我們可以大大給你使用 大大給你使用 大大發揮我們的生命 求主施一憐憐我們 發揮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主啊我們需要你幫助我們 需要你賜給我們 恩賜能力和機會 神啊我們需要 神啊賜給我們信心 我們可以大大給你使用 神啊我們可以給你大大使用 神啊我們要天上寫光 啊你們女人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求主幫助我們 真的呢 在今生 忠心服侍 是有 真的有良善 有忠心服侍 將來呢 不僅是聖 還是怨 還是人 神啊 興起我們中間有些人 真的成為大臨的勇士 祝福更多人認識你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抱負 不是在世上 在世上 而是在神的計劃裡面 在神的計劃裡面 我們的抱負 在世上 在神裡面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永遠重贈歸給你 哈利路日 來奉主耶穌聖名 阿姆 哈利路日 你跟隔壁說 神會大大使用你的 神會大大使用你的 下場 哈利路日 阿姆 哈利路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